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灵就是所谓我们的心 里面有神荣耀的形象 记得不记得说在创世纪的时候 神吹了一口气我们就变成什么 有灵的活人 我们本来是没有灵的活人 因为我们可以走动可以思想 但是我们没有灵就跟动物一样 可是神给了我们灵了以后 我们里面有荣耀的形象 也就是所谓的良心 也就是所谓的良心 良心里头所有都是好 我们都知道是好 为什么 因为那个就是神荣耀的形象 这个是灵 这个是魂 那我们的肉体大家都知道 肉体有六欲都是知道 所以灵 虽然是良心是标准 但是不是活的是死的 所以旧约里头叫食心 不是肉心 你去读这个以西节书 就是说食心 这不叫肉心 我们有标准 有律法 但是我们不一定做得到 因为我们没有力量 可是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以后 圣灵像鸽子一样住进来了 住到我们这个良心的里面了 所以我们里面有个圣灵了 但因为我们的灵 是直接跟我们的魂交通的 所以良心会责备我们 为什么 因为他直接跟我们的魂 思想情感意志交通的 我们不见得每次都听我们良心的 我们受到情欲的骚扰 受到撒旦的攻击 我们愿意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不见得做合乎良心的事情 但是圣灵要给我们力量 经过我们的灵 跟我们的脑子交通说 你这样做不可以 你应当照着耶稣的教长去做 你应当去读经 你应当去祷告 你应当做光明之子 你应当结圣灵的果子 所以圣灵一直不停地 带领我们往前走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听到 圣灵的声音 怎么跟从主 怎么跟从神 怎么成圣 这就是圣灵的声音 鼓励我们去做一些对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 圣灵进来就是灵的得救 这个叫重生 重生就是我们以前灵是死的 在属灵的世界里头 讲明以前是不存在的 那这个圣灵进来了以后 在属灵的世界里 在天国的世界里 讲明现在存在了 因为你是个基督徒 所以你在属灵的世界里 你也存在了 但是我们的魂还充满了什么 受着私欲 受着肉体群欲的控制 受着撒旦价值观念的控制 所以我们的魂还没有改变 虽然我们的灵开始活出来了 我们整个在属灵的世界里头 还是一个小baby 还是吃奶的小baby 但是我们经过主耶稣的教导 圣经的教导 不停的祷告 我们的魂开始变了 魂开始变了 魂开始变了 那魂变了 到最后我们就要活出一个 神荣耀的形象 形象了 到最后身体 整个跟着魂变了 所以你只要看这个 李练老师 你看这个丽娜老师 你觉得他有没有神荣耀的形象 一定有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经过了 成圣的过程在改变 有没有完全改变 当然没有 不是永远 就是这是一个永远的路程 但是将来不用担心 你觉得丽娜老师跟这个 李练老师现在充满荣耀的形象 美丽的不得了 那将来是更美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基督徒 为什么你感觉他跟人家不一样 你为什么感觉他荣耀的形象 仁慈善良 平安喜乐 为什么 因为是一个成圣的过程 渐渐的被圣灵感化了 所以圣灵 谓罪 谓意 谓审慨 叫我们自己责备自己 为什么要这样做 就是要让我们成圣 这个就是三个救恩的过程 所以很可惜 有很多多年的基督徒 听了几千遍道 不知道这三个救恩的过程 非常可惜 不过感谢主 我们在这里 就是要给大家一个 更正确的认识 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分开来谈灵魂体 有时候可能叫做三元论 二元论 这些的 目的其实都是帮助我们去了解 更细致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理解能力 对这个整圈的 一个人的从里到外 从今天到永恒 这个是非常超越我们的这个经验 超越我们理解能力以外的事情 所以这些的区分 这些的划分 其实是帮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 更让我们明白 就是说 在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历程 这个不长不短的历程当中 我们到底怎么样经历 神给我们从内到外的更新 所以我想这个把它分清楚是很重要 但是呢 可能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 你还是看到是一个整个的人了 他的里面外面 他的这个生命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是一个整圈的人 其实我在想就说 刚才蒋宁老师已经解释的 真的是 我听到的是 是非常清楚了 我就不会在这个 在这个 在做过多的解释 只是想说 就是说我们是这样解释 也是这样的 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明白 但不并不是要把人切成三块 你你你到底分成什么样 大家不要就是理解这个东西 其实是为为了理解而这样去看 那其实如果你可以这样的 能够有一些分别的去看呢 你还可以去找到一些自己 在属灵生命上 或者是自己在信仰的路上 你卡在什么地方 或者是你走过去了 你可能在哪个层面上 经历了什么 其实帮助我们自己 对自己属灵生命 有一个更加准确的认知和捕捉 我觉得就是 这是我们学习要了解的必要 我想加一几句 因为大家可能觉得灵魂体 是一种不同的看法 其实按照圣经的教导 灵魂体是清清楚楚 是分开的 所以你会知道说 死亡的定义 那个新约圣经就讲说 他的灵回到他的身体 所以他又活了 所以这个灵 不是说魂回去了 是灵回去了 而且这个彼得前书 讲得很清楚 就是信心是魂的救恩 不是灵的救恩 信心是魂的救恩 OK 然后这个 提摩泰前书也有没有讲 是说这个 这个神的话 是这个像一把刀一样 把这个灵跟魂都可以分开的 灵跟魂都可以分开的 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就知道灵跟魂是可以分开的 所以不能混而一谈 一混而一谈 这个圣经就跟 就不照着圣经讲 就不照着圣经讲 尤其在新约上 都讲得非常清楚 尤其在这个 这个 希腊文里头 灵跟魂是两个不同的字 灵跟魂是绝对是两个不同的字 因为中国人呢 就把灵魂两个字变成一个字了 基本上是变成一个字 可是世界上没有这个字的 一个灵又是魂 你不能讲说有个轮 或者什么字 没有这个字的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所以这个 中文的这个合合本圣经翻译 常常就混在一起 一混在一起 这个真理就交不出来了 完全交不出来了 所以这个像邪灵攻击我们 邪灵怎么攻击我们 它可以霸占我们的灵 它也可以攻击我们的魂 所以邪灵也可以攻击我们 邪灵的力量也是很大的 我们是不能抵挡的 除了圣灵 我们怎么抵挡邪灵的攻击 不可能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 你讲不分开 你讲起来就混着讲 讲也讲不清楚 别人也听不懂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魂就是我们的脑子 魂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脑子 我以后要再讲 这个另外一个脑子里头 有一个能力是属于灵的能力 叫perception 以后再讲 这个叫perception 这个能力是属于灵的 所以我们人死了以后 是灵魂一起往前走 你说我脑子没有了 怎么还有一大堆思想情感 一直跟着走呢 因为很多perception都跟着走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感谢主 因为我是做工程的 所以我对这方面研究比较清楚了 好 那我们看这个 Elaine老师的comment 谢谢蒋宁老师 我平常所分享的时候 常常也是讲到这个灵魂体 像我们说 self care 自我 照顾 自我 关心 都是要看我们的灵 魂 体 那刚刚蒋宁老师 跟我们分成这三个 时段 然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 是用来解释 说我们得救是本福恩 因着信 因为靠着主耶稣 基督的恩 的救恩 他自己三天 他在十加上的复活 为我们钉死 留学 三条复活 那个就是让我们自己本身不能够配得的 就是一个恩典 恩典英文就是undeserved merit 就是我们不配得的一个礼物 神要给我们的 就从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 就是我们的灵得到救赎 不是我们去赚回来 不是我们做了多少好的事 绝对不是 是完全是靠着耶稣 我们完全被因信称义了 justified 就一笔勾销了 我们所做的 凡是因为耶稣的保血 都遮住 都保护了 都已经完全原谅了 所以这个是灵得救 灵得救以后呢 我们现在每一天 生活当中 就是我们的情感意志的决定 每一天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们的门徒训练的一生 从信主到离开这个世界 就是一个门徒训练的人生 家庭的门训 亲情领袖 工作职场门训 怎么在工作当中 不是单打独斗的 就是我 现在用很多时间教导辅导的 怎么帮助我们去把耶稣 带到工作当中去经历神 帮助我们做 我们自己做不到的 太奇妙了 怎么能够把领导八香活出来 怎么把神的话语 在工作里面去应用 怎么像我昨天晚上讲到 怎么在困境当中 在工作当中还能够发光的 所以这个整个人生 在世上 现在活在当下的 就是我们 当然继续有圣灵 建造我们 可是我们的灵 已经得到救赎了 现在我们就是 我们的魂 我们的情感意志决定 每天要做什么 刚尼勒老师说的 我们的语气 我们的表情 一丝一好的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 柴米油盐 在家里面 在工作里面 这个就是操练 我们的魂怎么回应 怎么 我来谢一下 这个经文可以吗 就是讲到这个 我在课上 我们讲到灵香的时候 常常大家同学们 都喜欢这个经文 就是我们若是靠圣灵得胜 就当靠圣灵行事 就是继续 蒋明老师 刚刚说的 加赖太书 五张整张里面 很精彩 继续 刚然后就讲了 那个圣灵九果 然后就到这25节 说 不是靠我们自己的 成龙说靠 做不了 是的 做不了 靠我们自己什么 做不了 可是靠神 凡事都能感谢主 所以这个呢 无论我们是 从小孩 青少年到中年到老年 老中青都需要靠圣灵得胜 然后信主的时候 你的灵魂已经得救了 已经justify 已经因信称义了 现在以下一生呢 就是现在是 怎么活在当下 把神给你的工作 手中的工作 忠心的做好 靠着圣灵得胜 又靠着圣灵行事 这个就是我们 整个人生的魂的 救赎的 现在式的 每一天的操练 每一天的成长 就是我们的 门徒训练的成长 这个就是我 自己回应 跟回顾我过去一生 所了解到 跟甲敏老师 所教导的 那当然 我们的灵继续被更新 感谢住 可是我们已经得救了 然后我们就这魂 继续要在整个 saintification 成圣的过程当中 就是门徒训练 最后呢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就是glorification 那那个 再也不会被肉体 所捆绑了 我们就肉体 整个人 整个心的身体 对不对 就是到那个时候 我们的身体 就也完全得救了 这个就是甲敏老师 讲到这三部分 那我也顺带提到 常常我提到 我觉得很实际的 很具体的 怎么来经历 圣灵的同在 怎么很具体的 我给学生 这样的一个 五个P的祝福 我刚开始了 讲同在 然后这五个P呢 我觉得我们每一天 真的是靠圣灵得生 靠圣灵行事吗 我自己姓主四十年 无论在工作 学校 家庭 服事 我每一天都经历到 这五个P的祝福 我每天回来 下班回来 等不及的告诉 我的家人说 哎呀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就这几个P怎么出现 现在每一天服事 也是常常发现 啊神的能力多奇妙啊 神的供应啊 天使地理人和 啊神的多少的惊喜啊 神给我们的应许 在圣经里面几千个 应许三四个 三四千的应许啊 我们有没有去 好好去享受 每一天可以问自己 有没有享受到 神的五个P的祝福 这个是给我学生们 一个很好的操练啊 当你去站问的时候 你就突然发现 哇神的确给我 好多丰富的祝福 是丰富的同在 你是我的脸书朋友呢 每一年你的生日 你都收到我这个 五个P的祝福的 生日礼物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失去了 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 所以这每一个呢 我的学生就把它编成 一个中文的 对这个中文的书签 然后你可以截图 然后放在你的手机上 就常记得 有中文 有英文的提醒我们 有没有经历到 有没有数算到 特别在感恩节的时候 数算到神给我们的恩典 每一天这五个P 太丰富了 然后神的供应里面 包括我们的平安喜乐 所有的祝福 然后还有这个图呢 我想给大家看 就是我们 何等的蒙福 耶稣基督是葡萄树 我们是枝子 藏在主里面的 我们主耶稣也应许了 要藏在我们里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了 可是离开了主呢 什么都不能做 就像这个电风扇 我们不把这个插头 插到电源的话 你的电风扇就不动了 所以同样的我们的生命呢 的来源 我们的智慧 经历 爱心 喜乐的来源 就是从神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魂 继续的操练 继续的被拯救 每一天当中 把我们的插头 插到在神 给我们的源头当中 我们的生命力就有了 我们的智慧就有了 我们的平安喜乐 不是人寄照出来的 是神给我们的 就有了 那我们就不是单打独斗的 是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的 就给你们成就了 ASK ASK SEEK 跟NOCK 神都要给我们了 所以感谢主 神是要特别把很丰富的祝福给我们的 然后刚刚蒋明老师讲到这个 得救 得利 得胜 得冠 就是刚刚这个大家都喜欢的经文 以赛亚书 30章15节 得救在福 归回安息 得利在福 平静安稳 所以 神祝福我们 帮助我们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谢谢奖明老师给我们的分析 有没有回答到刚刚问的这三个不同的问题 分析 谢谢老师们的分享 这个话题 大家都非常的热烈在反应 那么 那么 嗯